業者抱著一整箱蛋黃酥親子窄配豆腐 還一盒盒裝袋讓買家能夠方便分送 這樣的貼心服務讓顧客一定就是十幾年 年齡年度最好吃的中秋月餅 我年刷中十幾年 這家蛋黃酥有別傳統的是選用菠蘿外皮 把表皮烤到金黃再撒上芝麻點綴 裡面還包著一整顆蛋黃 光是中秋期間業者銷量就倍增 能賣出至少上萬盒的蛋黃酥 不過現在卻傳出不肖人士假冒店家欺騙消費者 客人問我們我們才知道的 我剛剛才接個電話而已 然後他說奇怪為什麼價錢不一樣 我們沒有店取付款 然後請他不要去取貨 業者接到民眾詢問電話取貨 但根本沒有這訂單 這才發現有不明人士網路成立假粉專 兩家粉絲專頁比一比 背景與投貼的圖片幾乎一模一樣 不過仔細一看假粉專才剛成立兩週 甚至放了蛋黃酥的照片 卻在介紹服飾 最明顯的則是兩家粉絲數差了兩萬多人 假粉專的訂單連結 還會跳到LINE的私人社群 因為一般詐騙都會去做貨到付款的動作 那我們是沒有貨到付款的 限賬刷款或ATM轉帳 但是我們不會有電到電或是貨到付款 發現他自己在 在頁面上下廣告 然後誘騙人家上帳這樣子 進到付款頁面詐騙網站 不只有多種取貨方式也有貨到付款 由於中秋節到來 消費者要提前一兩個月下訂 有人訂不到以為透過粉專能順利下單 就怕消費者上當業者趕緊澄清 自家店家只有刷卡或轉帳 也只能宅配與店取貨 提醒客人別落入詐騙陷阱 TVBS新聞愛招賢儒品浩高雄報導